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其中一个人炉内出血 在进行手术之后 情况仍然相当危急 至于开车的灵性远景 今年以10万元交保 目前只能够确定他没有酒驾 不过当时的车速到底多少 他本人说只有三四十公里 目击者却说在80公里以上 两者的出入实在太大 还需要进一步鉴定 就是这台警车撞上流行民众 前面挡风玻璃整片破裂 赵氏车辆被拖到刑事局 检察官也在18号上午前往勘验要厘清事发原因 那有使用先进的3D雷射扫描仪器 那最主要是要还原当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它的撞击点 还有撞击的力道 根据赵氏远景林建制征讯时供称 他当时车速只有30到40公里 不过这核目击者说法有更大出入 到底车速多少还需要进一步鉴定 检方表示目前协议报告出炉 只能确定林姓远景没有酒驾 经过检察官讯问后 林姓远景以10万元交保 但是向分局请假两天 林姓通人 我是因为他心情不是很稳定 所以我要求他暂时请假两天 而两位受伤民众被紧急送到台大医院 之中一名68岁的张忠雄 因为颅内出血 气胸 左下肢 粉碎性骨折 经过手术并截肢 目前情况还是相当危急 张先生的病情在目前来讲还是一个危急的状态 而另一名伤势较轻的徐仁山 台大表示 他的头部有外伤 骨盆有骨折 在下午进行手术 目前生命迹象稳定 而台北市长郝龙斌在第一时间道歉后 也保证会负起所有责任 因为这是公务员执行公务中的疏失 所以也会协助家属申请国赔 记者综合报道 而民进党的群众集会 今天已经进入了第二天 从早到晚 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都在舞台上跟民众一起静坐 这一场特别强调和平的抗议活动 按照民进党的规划 将在今晚十点钟结束 但是到时候他们要如何把人群带离凯盗 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状况 各界都在密切观察 517翘马跨越静坐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一夜未和也 还是精神奕奕在台上 与民众一起用歌声表达对马政府的不满 虽然没有用麦克风开口唱 但蔡英文打起拍子 却打得很起劲 到了下午可能是天气太闷热了 蔡英文大多坐着跟民进党大佬聊天 不时也喊喊口号 无计游行会师凯盗后就一直没有离开 这是蔡英文担任党主席以来 第一次带领民众在凯盗静坐 蔡英文怎么来就该怎么带离开 蔡英文一整天都很低调 不应接受媒体采访 由文宣部主任郑文灿代表发言 接近10点左右 那么会按照原定计划来进行 那一切会由指挥中心 是状况来做这个决定 那民进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政党 那么我们会按照规划来完成 民进党强调和平静坐和平疏散 但下午还是发生具体冲突 有名男子拿着铝棒直奔舞台闹事 被警方劝离 民进党不愿意在今天申请合法的路权 当然我们会感到失望 但是无论如何 希望今天能够在和平理性的状况之下 能够将这个相关的机会 能够顺利的落幕 市府已经表示 晚间会以柔性劝脑的方式 要求群众离开 民进党24小时开到静坐 不少民众来来去去 晚间还要举行人权不落入晚会 希望强化这次五一期 抢马保台的诉求 在晚会结束后 民进党该怎么疏散人群 也考验着党主席蔡英文的同意能力 记者林新鲜,谢其文,陈柏玉,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